在里沿門廣場街市發生的火警 整個街市滿布白煙 消防用到場後拖喉進入街市破舊 大約用了十幾分鐘舊式場火 至於起火的水果檔嚴重焚毀 事發於昨晚11時 在里沿門廣場街市一個水果檔發生火警 消防設備到場舊式 經過調查後 懷疑在山果檔的電商漏電引起火警 香港歡騰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